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做一下我個人簡歷 就是我很無聊 我從大學 碩士 博士都念台大 對啊 其實我很喜歡念品科大跟中心大學 可是我媽不要 所以我是個媽寶 對啊 其實像我在念台大的時候 我都主宗在於臨床 那最主要跟動保有接觸是因為動保法的 從我們葉老師的推動很多立法委員的支持 那那個年代剛好是我在念大學的時候 所以民國87年動保法通過 我那時候還在念台灣大學 差不多在四年級的時候 對啊 所以我們對動保 我們都會有一些比較前因後果的概念 那今天的講題其實最主要的動作在於說 我們要了解一下我們動保整個的發展 然後在這個世界的潮流上到底是怎麼樣推演過來的 因為我們現在台灣人動保非常的淋亂 淋亂到大家有些人很支持 但有些人非常的反對 反對到你也覺得他反對好像沒有什麼 好像不是說他沒有道理 而是說他其實他也有他自己的想法 那我們希望透過今天這個講座 讓大家知道說其實動保應該是怎麼樣子 那這個也是我的看法 我沒有跟你說動保應該怎麼做 而是希望大家了解一下 動物保護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流程 它是一個發展的過程 那最主要在於說 我們一般講到動保就一定會講到倫理 跟道德 那在英文來講道德的部分 它其實是一個比較廣泛的討論 就是它就是一個人的行為規範 那一般來講我們講的情理法 情理法 就是在說我們先講人情 講道理才講法律 所以其實對我而言 其實道德的層面 它其實就有一點像在講人情的部分 就是其實這種東西約定成熟的部分 就是我們講的倫理 那道德 不是 道德 然後倫理的部分 我們一般來講就會覺得說 那倫理其實在西方來講就比較 著重在於說 倫理的角色就是道德的哲學思考 它會把很多很生活上必要的東西 再著重在哲學的討論上 那我們今天會先講到這兩個主題的原因 在於說我們現在要先了解 倫理跟道德之間的差別 那才會進入到我們後續的討論 對 我有點太緊張了 我把步調放慢一點 因為我第一次直播 我一直在思考一下 我直播說應該要怎麼表現 因為我比較喜歡面對的是大眾 那假如說大家什麼 反應就可以給我一下 我也比較嗨一點 對啊 那我們今天就直接來講到 我們其實 在道德層面上 我們有時候會遇到一些 其實跟我們現在思考上 比較違背的部分 我們現在後面講的東西 都是當時社會上可以接受的 那大家可以來思考一下 那第一個就是 我們其實在三世紀左右 就是在三百年前 其實 Sorry 這大家應該都知道 就是美國在販賣黑奴 對 這個椅子 是現在也在美國的 維吉尼亞州的一個公園裡面也放著 它其實就是現在這個 婦女站的這個台子 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所以在三百年前 其實就在17 18世紀 其實原則上 人是可以被販賣的 他們那時候就會去非洲 抓了很多的奴隸 然後到美國協助採棉花 然後做一些出眾的工作 然後那時候人是可以被販賣的 那這些東西其實 其實原則上到1865年 差不多到19世紀的時候 美國的憲法 才訂定 就是廢止奴隸的制度 對啊 所以其實原則上你會發現說 其實在三百年前 人是可以被販賣的 然後在兩百年前 也不久 差不多在工業時代 其實所有的很多的問題發生 都是工業革命有關 對啊 那時候其實同工是合法的 其實即便到現在 很多落後的 不講落後的 第三世界國家 其實原則上他們的同工 也是合法的 為什麼 因為其實原則自從工業革命開始 機器的製造 機器的位置都很小 有時候真的就需要一些 身體比較小的人 進去做維修 或者做清除他的障礙 這時候小孩子是很好用的 而且以前人生比較多 對啊 所以其實以前同工是合法的 所以不要 我們現在是因為要保障小孩 立了很多法律保障小朋友 可是以前在不久 其實就18、19世紀 我們現在才21世紀初期而已 所以在一、兩百年前 其實同工是合法的 我們女性有投票權什麼時候開始啊 其實 19世紀的末期 就是18多年之後還開始 所以基本上從1893年的時候 紐西蘭 紐西蘭那時候還是英國的殖民地 那時候他們才是第一個 認同婦女有投票權的國家 也不能講國家 因為他們是殖民地 對啊 所以其實女性有投票權的開始 其實從1893年 在第一個 在紐西蘭那時候是英屬殖民地的部分 她才有投票權 所以很多的權力其實是慢慢演進 我們現在很多人擁有的權力 其實是很多前人所努力過來的 不是說因為我們會覺得說 我們這些擁有這些 好像是很自然而然得到 可是這些東西其實在不久的之前 19世紀末期 其實原來上才1983年 她其實再過個七年就20世紀了 對啊 那時候女生才有投票權 1917年 那時候才開始慢慢發展社會工作 其實我念社工有個最大的問題 最大的點在於說 我那時候接觸到社工 我以前在台大念書的時候很喜歡亂念 因為台大念學分不用錢 對啊 所以除了獸醫系的課之外 我去念社工系 我去念法律系 我去念很多續產系的課 那其實那時候在接受社工系的課程的時候 我就會發現說 他們在19 1917年的時候 有個叫Man enrichment 就是他那時候出了一本書叫社會診斷 那這個社會診斷其實原來 就是針對這些孤苦無一的人 去提供一些方式去解決他們的問題 可是這些人其實原來對我們而言 我們常做啊 其實像以前在古代就是什麼 開倉 派糧去救這些災民 原外就像唐伯物點秋香一樣 就派我的丫鬟去發饅頭 對啊 那甚至以前在教會的部分 有所謂的贖罪券 就是他發贖罪券給你 讓有錢人去買這些贖罪券 然後再由教會去 統籌這些資金去救助這些 孤苦無一的人 那其實原來在我們那時候做動保 好像就這樣欸 就是大家其實對動物都好有心 然後就捐款給協會 由協會去統籌這些資金 去做這些運用 但是問題就出現了 錢是罪惡的援手 就開始出現很多問題 那其實真的給錢是好事嗎 對啊 有時候你拿到錢 你真的會去運用在你所需要的地方上嗎 人是一個複雜的事情 動物不會 動物你給他50塊 他一定會去買罐頭 或是他去買肉泥 但他絕對不會去買飼料 不是開玩笑了 對啊 所以其實讓人的部分很複雜 所以那是在1917年的時候 Man Richemann的部分 他才去出了一本書叫社會診斷 慢慢慢慢才把社工這件事情 帶往科學 其實我會覺得說 我念社工師的原因就在說 我希望我們把動保變成一個科學 那這個部分在國外 其實原來也是長期的演進過來的 那這在後面我們會再提到 那在社工的部分也是 他們早期的時候 都會著重在個人的需求上 可是這個是真的嗎 你怎麼知道他需要什麼 其實這個東西是我很有興趣的 就是說你怎麼知道狗需要什麼 你怎麼知道你的貓需要什麼 你怎麼知道野生動物需要什麼 對啊 所以他們會慢慢把從問題的需求 改成心理的層次 所以社工那時候慢慢就變成心理 所以慢慢的社工跟心理又分家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動物保護這一塊 動物福祉 動物福利這一塊 我覺得我們一定還有什麼東西 沒有理清乾淨 所以才會讓所有事情混在一起 那這也是我們需要討論的點 那再來就是 19世紀 20世紀中期 這時候 種族歧視的部分 才慢慢被重視 對啊 其實我定了這個時間 1966年其實並不是因為 德國欺負納粹人造成的 而是南非 那時候白人 因為黑人的示威抗議 而屠殺了黑人 那時候在1966年的時候 聯合國才定為 1966年的3月21號 是國際消除種族歧視日 所以原理上我們整個 對於種族歧視的部分 種族歧視的部分 在1966年的時候才開始重視 對啊 那我們台灣對於原住民 我們其實原來以前 稱呼原住民的名稱並不好 那我們對原住民的重視 也是在於1984年 所以其實原來 我們現在才2012年 1984年 其實並沒有很久 所以台灣對於人的進展 其實也很慢 可是我們覺得 我們現在動保的進展 似乎有點超過了一些預期 所以造成其實我們現在 我們在做動保的過程中 會產生很多的對立 對啊 也希望讓大家了解 透過這些歷史去了解一下 其實我們整個延展 都是有一個過程的 那其實到20世紀有晚期 我們同工同酬的部分 才被重視 即便在一樣的工作 但男女之間的薪資 就不一樣 男生永遠領得比女生多 對啊 這在20世紀的晚期的時候 才被慢慢的發掘出來 然後要求同工同酬 對啊 我們現在才21世紀的早期 對啊 所以我們所有的過程中 都會希望讓大家了解到 所有的進程發展 包括動保 動物的福利跟權力 其實在國外來講 也是一個很大的進程 可是台灣從87年 成立動物保護法 到現在110年 其實才過不到20年的時間 我覺得我們已經超音感美 對啊 達到宇宙和平的階段 對啊 覺得我們有點太過 我個人啊 這是我個人問題 我個人問題 對啊 所以當然有問題 大家都可以提出來 我可以去講我的想法是什麼 然後你們有什麼想法 我們可以討論 對啊 那我們接下來是希望可以透過 一些時間軸 來了解整個動保的發育 那第一個就是在說 什麼叫動物保護 那一般只要不是人的生命 我們都保護 那後來我們動物保護法 其實著重在於 脊椎動物 就是有脊椎的 所以今天你傷害一隻 蝗蟲 蟑螂 你殺死一隻螞蟻 不關我的事啊 對啊 但是我們有保育類的昆蟲 這不行 那是野動法的部分 這不干涉 對啊 所以一般講我們動保 動物福利 它其實在很多層次上 他們其實定的規定 就是non-human animals 那可是問題是在說 早期來講 他們對動物福利來講 他需要做什麼 他不知道喔 是我要延長他的壽命呢 還是讓他免於疾病呢 還是有很多很多的方式 他其實並不清楚 對啊 所以其實西方就會開始去探索 那我們這些東西到底是什麼 什麼 要怎麼去維護動物的福祉跟福利 那其實原長最早最早的文獻上可以看到 就是這是達文西 他跟拉菲爾跟米開朗基羅 號稱喔 文藝復興三節 我本來想說忍者歸這件事 可是看大家不會笑 對啊 所以他其實讓他 其實在最早的文獻他就有提到 他說在他有生之年 他會慢慢 他會覺得 人類會對於吃肉這件事情 就跟磨殺一個人是一樣的 這是在西方來講 他們比較常引用的論述 這是達文西的論述 那我們其實很常看到的就是 甘地講的這句話 對啊 就是一個國家的偉大程度 跟他對待動物的方式有很大的關係 對啊 所以他其實就是 這個是我們常做動保的人 在引用的一句話 可是我更喜歡下面這些他講的 這個你們有空再看 對啊 這個不是我們今天討論主題 但是假如說我們翻開 中國的文學 其實我們東方人更早啊 你要這樣講的話 我們在西元464年跟549年 這個就是狼牙榜那個的故事原版 就是後梁的皇帝叫梁武帝 他叫硝眼 他就第一個 把佛教徒 就應該要吃素這件事情 定在規矩上 因為以前佛教徒其實是沒有吃素的 他就引用一個佛經 要求大家吃素 然後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他就是皇帝啊 他想要幹嘛就幹嘛 沒錯 你講的也對 可是問題在說 以前的儒家 他們在祭祀的祭典上 都是要用活體牲畜做飼養 做祭祀 拜天啊 他們所有的宗教 他們所有的儀式 都需要做這些事情 可是他要求要吃素 對啊 所以他其實假如說 你要這樣講起來的話 他應該對動物最大的保護 因為那時候大家就不會用牲畜來做祭祀的方式 那這個也是我常常在鼓勵 我們在上課的時候鼓勵我們的年輕人 要多多投身公家單位 你們一個好的課長 一個好的署長 好的首長 你做的一個正確的決定 其實比我們在底下 努力的十幾二十年都還有用 這是最好的 對啊 我們努力了好久 希望推動動保 但是有時候太多的概念跟觀念 你們要吸收跟 其實還不如就是一個正確的政策下來 所以這個原則上 當然是引用了這個文章 引用了這個歷史 但是讓大家知道 他雖然他後來還是有很多問題 可是他當下 他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把佛教徒 確確實實的變成了素食主義者 那其實原則上 我們整個動保的時間軸來看 最早最早 假設從文獻來看的話 1824年的時候 就開始有人提出動保的理論 那這是一個素食主義者 他其實原來他推展的一個書 就是在於說 關於人類跟科學的狀況 然後他是第一本 第一本書 提告有關動物權利 其實外國文字就是Write這件事情 就是你的權利 這個權利這件事情 其實是擁有很大的一個權限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那麼多 就女生擁有投票權 這個就是你的Right 你的權利 這是需要被抗爭出來的 對啊 所以他在1824年的時候 提出這個理論的時候 其實他只是提出一個概念來 然後到1892年的時候 他確實就把Animal Right 把它寫出來 所以那時候慢慢的 動物權利這件事情 權利這件事情 其實慢慢慢慢的衍生出來 對啊 然後到1964年的時候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個人個人覺得 1964年這本書其實非常重要 它叫做Animal Machine 它其實讓它是去觀察 農場的動物 怎麼樣被 被人類非人道的對待 然後這個其實引起非常多 大家非常多的回想 而甚至這個回想呢 迫使了英國議會 在隔年1965年的時候 它就是設定了一個 動物應該擁有五大自由 這個關係到我們2004年OIE 在設定我們現在最喜歡講 我們現在動物福利最喜歡講的 動物擁有五大自由 這五大自由的雛形 其實在1965年的時候 英國的議會就已經提出來了 所以這本書其實我個人 Sorry 這本書我個人覺得說 這個人他其實原來 他非常的重要 我對這個不是很熟啊 對啊 在1964年的時候 他推展這個動物 Animal Machine的時候 就非常的 就是會造成 造成一個很大的轟動 然後大家原來說 原來我們每天在面對這些 這些吃的東西 這些動物 我們在使用它 或利用它的時候 其實他受到的是 非常不人道的對待 然後在1917年 70年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是 開始我們比較熟悉的 一些標準著作 其實隔了好久了 就1970年 我們現在才2012年 對啊 就是我們所謂的 理查 理查Rider 對啊 他其實他就開始發明了 一個叫做 物種歧視 那我們剛剛有講 我們的 種族歧視這個字 是什麼時候來的 1966年 所以其實隔了快 不到很多 很久的時間 因為那時候 動物權力的發展 就會開始衍生很多 像性別歧視 種族歧視 還有物種歧視 這些名詞出來 然後這在1970年的時候發生 然後1975年 這位 大家應該就知道了 結果他其實就是 發展一個叫做 動物解放 Animal vibration 然後就是 Peter Singer 他其實動物解放的部分 他其實著重在於 動物的價值 這個價值 就是動物應該跟人 擁有一樣的權利 對啊 那其實他那時候 其實推展這個輸出來的時候 其實受到很大的衝擊 因為很多人就會開始 就像我們現在的動保一樣 就是動物擁有什麼權利 動物為什麼擁有權利 他根本什麼都不懂 他需要我們人來扶持 我們人飼養 我們人... 造成很多很多的問題 然後呢 隔了沒多久 1984年的時候 Tom Reagan 他其實讓他確確實的 The case of animal rights 他就很確定的 讓你了解說 為什麼動物擁有這個權利 所以這兩本書 一般在做動保的人來講 一定要看完 對啊 他裡面有很多 跟我們現在你的思想上 有非常多不同的點 就例如說 很多人都覺得說 虐愛動物的人就會傷害人 會嗎 其實原來在animal rights 就是在Peter Singer裡面的書裡面 他會覺得說 其實原來上很多動物 會傷害動物的人 不一定會傷害人 所以很多傷害動物的人 其實在人的面前 他都是個好人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他內心受到壓迫 他沒有辦法對人不好 他就只能欺負動物 對啊 那我們現在做很多在動物療癒的部分 其實原長也有針對受刑人的部分 你說真的窮凶惡極的人 面對動物 他就一樣會有這樣的殘暴的心態嗎 在我們看來不會啊 所以其實原長 他會覺得說 不要把這些事情混在一起 那其實 那到1984年的Tom Reagan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說 那我告訴你為什麼 那嬰兒為什麼擁有權利 那嬰兒為什麼擁有權利 嬰兒 假如說你要這樣子講動物的話 嬰兒也沒有任何的認知能力啊 那為什麼嬰兒想有權利 那假如說今天他是因為先天性的疾病 而造成他感官知覺的喪失 例如說腦部麻痺 腦部障礙 這些人 他也沒有任何認知能力啊 他為什麼擁有權利 就是因為他是個人啊 那動物為什麼不能擁有權利 所以那時候這兩本書推出來的時候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衝擊 讓大家好好去思考一下 我們動物應該要如何擁有 讓他擁有很 他需要擁有的權利 可是這個慢慢的還是會被遮掩蓋來 遮蓋下來的原因在說 大家都覺得說 我們沒有辦法擁有給予動物權利啊 因為不可能像我給予動物投票權 假如我們今天給動物投票權 耶 賺飯 不是不是不是 就蠻好選的 對啊 就不會啊 所以慢慢的 為什麼我們現在就不叫動物權 慢慢講的是動物福利 或動物福祉的原因也就在這裡 因為我們可以提供他們更好的方式 更好的生活環境 所以其實原來就是 Sorry 所以我們1998年 其實原來我們台灣就成立動保保 動保保的部分我們等一下後面再討論 所以在2004年的時候 OIE就剛剛講的 我們在1865年的時候 英國議會 1965年的時候 英國議會才有一個雛形出來 所以他以這個雛形來訂定這個五大自由 對啊 這五大自由就是我們現在身為動保人 是狼狼上口的 就是免於飢餓 免於什麼 口渴 免於恐懼 很多很多的自由 那這些東西其實就是 它就是一個很標準的規範 就是我們在面對動物的時候 我們就應該要提供它這些東西 對啊 那這本 這些東西的成立就是我剛剛講的 1964年的 Animal Machine 這本書 它過了這麼長的時間 將近快半個世紀的時間 才讓動物擁有這樣的權利跟自由 然後這個其實要是我後續提的 就是 我讓大家知道一下 其實在這個世紀來講 2018年 美國 2020年歐洲 他們其實才慢慢的正確的立法 就是說 狗貓 不可以吃 不要覺得說全世界都像我們台灣 動物保護法就頂了 動物不能 狗貓不能做使用 沒有喔 他們其實那時候 21 Sorry 2018年的時候 美國才訂定法律 2020年的時候 歐洲還訂定法律 動物不能吃 而且 但是它有一個規範是可以使用的 就是祭祀 或是宗教 他們其實外國 他們對於宗教自由 有 我覺得它蠻 蠻open的 對啊 那我們就是2021年 Sorry 2020年的時候 其實英國的 財力法 他們承認 動物是有感官知覺的動物 就是他們其實是有 任何感受跟情感的動物 這個我們後面會再討論到 那我們到這邊的時候 我們就希望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講到這 那 跟我們圓圓圓的動保有什麼不一樣 我常常會跟 因為我比較常做的是高中段的演講 那我常會跟高中生思考 就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做網路摸人 就是你們在網路上看到 很多人對 他虐待動物 他不應該 他讀狗讀貓 打狗打貓 不應該 就跟任何情況下 你動手打人就不對 但問題就出現一個是 假如今天有一個人要侵犯你的女朋友 或太太的時候 你打他 對不對 你去思考一下 所以為什麼 我希望讓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說 我們其實很多動物 或是很多社會福利 或很多權利 其實是歷史演進過來的 那今天動物的部分 大家當然覺得動物是需要被保護 需要被救贖 或是需要被解放 我不管你們怎麼想 但重點就出現了 當這個人去傷害這個動物的時候 我希望大家可以回過來 站在另外一個角度去思考 他為什麼要傷害這個動物 像我們在鄉下的地方 我來台東 我來自於台東 我們真的遇到很多民眾氣死了 什麼氣 就是他狗就跑去他的雞射 把所有雞都咬死了 然後他通報相關的動物 保單位來 沒有處理啊 那你要他怎麼辦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有啦 我知道很多很多很多很好的辦法 可是對他來講 他不知道怎麼辦 他最後只能選擇 傷害這些動物的時候 那這些人他被PO亡了 那你們覺得 就要那麼的去指責他嗎 我會覺得這個可以思考一下 所以請讓整個動物保法 也整個動物福利跟動物權利 或是動物福祉的部分 這樣子衍生過來 它是一個歷史流程 它不是單下 我們現在這個社會 覺得我們就應該怎麼辦 就像我們的 現在動物保法的立法一樣 我覺得太重了 你知道我們現在 你無故虐愛動物自死要罰多早嗎 有誰知道 我沒有帶禮物 但我可以 你可以給我地址 我可以寄給你 對啊 不知道 我們現在無故虐愛動物是 兩年以下有期徒刑 病科50到200萬法金 你知道我們上次高雄發生大火 對不對 簽訂的事情 就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那個造成過失致死 你知道他罰多少嗎 最重本刑五年以下而已 最重本刑五年以下 可是我們動物保法 罰得這麼重 那這樣的話 對執法機關 或是公務單位來講 是好事嗎 我覺得只會讓公務人員 他不想去種這些事情 對我來講我都希望你虐待動物 或欺負動物 我都覺得罰個五百塊就好 然後為什麼我罰那麼輕 因為你才會去檢舉 公務單位他才會去執行 你說為什麼 就像我們戴安全帽一樣 只要你不戴安全帽罰個兩萬 我跟你講警察不會抓你啦 因為你被罰兩萬 你一定會去申訴 你一定會打行政訴訟 你會打很多的流程 公務人員就要花很多薪資去處理這些事情 他會覺得很煩躁 對啊 我今天五百塊行政罰解決 我就罰你罰到不敢養狗 不敢碰狗 不敢虐待狗 那民眾也會樂於檢舉 這是我個人想法啦 我沒有 反正現在法律已經頂了 我也沒有能力去改他 但我希望讓大家可以有另外一個程度去思考 哪個對我不知道 因為現在罰得那麼重 你要去罰一個民眾 他去虐待動物 你知道你要舉多少證嗎 就像台東常常會有虐待動物的情勢發生 像我們上週有一個面殿 他就是貓咪跑到他們的藏庫 但是針對在場募集證人來講 他是直接把小貓甩死 然後就包垃圾在丟垃圾就再見 所以沒證據啊 沒證據啊 你怎麼知道這個貓是當然有摔死還是怎樣 沒有辦法 因為找不到屍體沒有辦法驗屍啊 然後這件事情到做怎樣 我也不知道 然後就兩方在論戰 就是支持面殿的人 就罵你們這些貓怎樣怎樣 支持那個虐待動物的人 就這樣這樣 然後這件事到做還是不了了之 的時候 我會覺得就是 那公家機關圖的介入 你要罰他這麼重 你要有刑事方面的責任 你就要有相對的證據 對啊 罪行法定主義 你要法定定得出來 你就要有相關的證明去證實他犯罪了 那就是一堆事啊 不是就這樣 對啊 所以這個其他地方就是我們需要好去思考一下 我們動保 在台灣現在到底發生什麼事 那為什麼你現在通報政府機關 或許你們在大都市來講 你們通報你們動保處 可以得到很妥善的照顧跟回覆 可是在我們鄉下的地方 有時候礙於人力 或是礙於人情 其實會有很多很多的問題會發生 那之後該怎麼辦 就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想想 那接下來就是 我最喜歡的時候 所以我們要講 我們理想中 我們動保人士呢 就覺得動物福利 或動物保護 或是我們應該要怎麼去推廣我們的動物福利 這是理想啊 所以我們後面會找一個超殘酷現實的 所以大家不用緊張 所以我們理想中 我們動物福利的人 最喜歡用類比的方式去做比較 例如說第一張圖 對啊 我們都會常常會遇到很多動保人士 或是愛心人士跟我們講說 狗關起來好可憐喔 好可憐 對啊 對啊 所以他就會跟你講這件事情 你看你喜歡被關起來嗎 所以你看這些動物被關起來 是不是很不人道 聽起來真的是 你講的是太對了 對啊 那你有空去籃語 對啊 你去籃語看看 現在籃語豬都被關起來 對啊 有不人道嗎 我也不知道欸 對啊 我十幾年前 我們民 我們協會97年 97年成立 可是我們93年就開始運作 那運作過程中 就是大概需要 有大眾的支持嘛 也就是我們是地方性的協會 那時候我們其實一樣 就是長年會去籃語 做巡迴醫療跟下巷 那 我們93年去的時候 籃語滿地都是豬 就滿地喔 滿地都是豬 就是每次去都好快樂 你知道嗎 就是豬 雞 牛 沒有魚牛 豬 雞 羊 貓 狗 貓 羊 狗 貓 對 反正就是那一群動物跟人 所以人因為這樣 所以人就架了很高的牌子 在上面休息 然後豬就在下面滾來滾去 那這問題就出現了 隨著經濟活動的發展 到現在 假如你去籃語玩的時候 第一個 豬已經看不太到 第二個 豬會被關起來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豬會大便啊 誰不會大便啊 對啊 可是他大便的時候 他就會搭在路上 然後就會造成環境的髒亂跟惡臭 對啊 所以其實原上 我們其實對關農這件事情 我們沒有什麼太大的意見 就像狗貓需不需要關 我就希望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說 我們對我們人 但是做到非合理的對待 被囚禁被關 但是我們 那我們犯罪的人 為什麼要被關起來 那你就說狗貓並沒有犯罪啊 那為什麼我們被關 那一般來講 我的理由都是 那小孩子沒有犯錯啊 為什麼要關在學校 關很久耶 我小孩子 哇 我女兒現在穿得才小衣而已 她以後到三點幾之後 從早上八點關到下午五點 然後再去安心班關到晚上六點 然後回到家寫個作業就睡覺了 原來像家裡像旅館一樣 對啊 隔天早上要家去起床 她每天都關在學校 關五天 然後六天關在家裡 因為爸媽沒空 差不多這樣吧 那不是也是關嗎 所以對我而言 龍四的部分 在於教導 但或許很多不能接受 但問題在於說 我們處理的是動保 我們的狗 經手的就是 數十隻數百隻在跑 你只有養一隻 你不關牠 我們一見啊 但是原則上要給牠 合理的限制跟範圍 就跟小孩子 牠被規範一樣 我對我來講 龍四或是戀四 不是這輩子都得關起來 或是戀著 但是你都不關牠不戀牠 在我們醫療端 我就會告訴你 當你的狗貓生病的時候 你就得請假自己顧 為什麼 因為牠從來沒有被關過 所以當到醫院住院的時候 牠會非常非常的緊迫 牠從來沒有被戀過 所以當牠到醫院留置的時候 牠會非常的緊迫 對我而言 我覺得緊迫 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我常跟我的四組溝通 就是要如何減少動物的緊迫 其實動物假設這麼容易生病 流氧動物就絕對不會是個問題 對啊 所以常常會試煮帶狗貓來 我跟牠說狗貓真的容易這樣子的話 我告訴你 流氧狗貓就不會是 對啊 是個問題啊 我就養兩隻超兇惡的比特 然後就去我們台東海濱公園打一圈 那應該就到之後 每隻狗就因為傷口感染外傷而死亡 對啊 結果發現不會 那兩隻比特會被那些流氧狗咬死 然後那些流氧狗還是很快樂 生活在那一家 可是為什麼我養的狗會出現這件事情 那是因為你養的狗 你沒有教牠求生的能力啊 你每天就只為牠吃飯這件事情 有教牠唸書 不是 教牠唸書 有教牠如何去處理牠自己本身的傷口嗎 其實動物都會學習 對啊 動物都會學習 所以對我們來講 當你要飼養一個動物的時候 我不是說龍獅是對的啦 只是希望讓大家去思考一下 就當你只看到單一畫面的時候 隻隻狗被關 隻隻狗被煉 牠真的就是不好的嘛 思考一下 雖然牠其實其他時間也是在外面跑啊 只是當下被人家檢舉舉發 PO到網路上的時候 牠就是被關起來練起來 然後那狗就發生 好像很可憐的叫聲 你的那個 同情跟憐憫之心又由心而發 然後在網路上開始大致的批評 這樣對嗎 我覺得不應該 就希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潛因後果 再來這個 Murder 對啊 我們常常就會覺得說 我們在吃動物 用動物 要推廣速食 最喜歡就用這種 房子去拿 這樣就其實跟殺人是一樣的啊 對不對 其實這個114應該是大陸的影片 那我一直在找台灣 其實口題一在處理的時候 其實我在唸大學獸醫系的時候 真的遇過超多事 就是口題一剛好在我大三的時候發生 對 民國86 86年的時候口題一發生 對啊 對啊 那 我那時候當我當戲學會會長 我們那一年的台大獸醫系的入學人數 創歷史新低 我記得 因為大家覺得 慘了 口題一發生 台灣養豬又要倒了 也有獸醫沒有人要用了 因為我們以前的獸醫 還是著重在於經濟動物上 對啊 我們以前的獸醫其實分數很低啦 對啊 沒有現在這麼高 現在好難考 對啊 所以其實這樣這個就是 口題一在撲殺的時候 他們有豬瘟 口題一非都豬瘟的時候 在撲殺的時候 就是挖個洞 把它買掉 但這個是非常不冷道的 因為他幾乎是活買 我們那時候口題一發生的時候 是派軍隊用電擊的方式 把豬電婚 但他只有電婚而已 也沒死啊 對啊 所以我們其實 民國87年會突入動保法 有非常多的歷史原因 會造成動保法的通過 其實那時候 其實動保法師那時候有個法師 我記得應該是關懷生命協會的一個法師 他就因為那時候我們台灣在流行什麼 錯魚 大家知道什麼叫錯魚嗎 我們以前人好無聊 都玩一些很殘忍的遊戲 就是像一個爬子的鉤子 就放在水裡面 然後當魚游過去的時候 就把那個拉起來 就把魚 就拉起來 就叫錯魚游去 或是像一個鉤子 魚游過去的時候就 就把那個鉤子 穿過魚把它拉起來 它不是釣魚喔 它是錯魚 那是因為錯魚活動 錯魚這件事情 來大家以及大家對於動物的重視 然後後來又很多像這種動物的 像這種大範圍的鋪殺的時候 你根本政府以前沒有遇過 他不知道怎麼辦 他只能藉由國外的經驗 然後那些阿兵哥 他用電擊去電豬的時候 那豬根本不會倒啊 而且他會發出慘叫聲 其實人對於面對這樣 都其實一定會同理心都會出來 那其實就造成很多 其實在執行的官兵上 他心理上很大的負擔 對啊 所以他其實讓很多動保的人就會覺得說 這就像屠殺一樣 可是當遇到疫情 就像我們之前有個案子 就是有一群貓 漁船走私進來 一百多隻貓 後來被政府安樂死了 那這不是大家都在網路上大聲的批判嗎 那大家覺得安樂死該不該 那群貓該不該被安樂死 這問題就出現了 我們現行法規上就該 其實那批貓之前 其實很多動物走私進來 你不知道而已啊 其實因為我記得有報啦 其實大家可能不是很重視 因為就是走私蜥烏龜啊那種 那你覺得不是很好看的動物吧 我個人覺得啦 可是對我們來講 動物就動物 生命就生命 管理好不好看啊 對啊 可是為什麼要被安樂死跟菩薩 你們可以去屏東看一下 屏東那現在那個 我記得長治還哪裡 綠獵西路上跑耶 對啊 所以其實這都會造成我們很大的 嚴重的神態破壞 就像我們台東 我們以前台東像現在這個時候 現在就是稻子在結穗 以前就是麻雀一片 你知道嗎 現在都不是麻雀 現在就是什麼 八哥 更兇狠的肉食性鳥 不是講肉食性 他就把麻雀趕走 所以生態的破壞 對我們在做這一塊的人 我都覺得我們從長期以來看起來 都覺得很辛苦 而且重點是 台灣沒有狂犬病 狗貓其實是狂犬病最大的問題 那你說他可以隔離檢疫啊 那些花費的金額非常的大 那撲殺其實是斷絕這些疾病 傳到台灣來最好的方法 但我不是代表這一定是對的啦 沒有 我只告訴你 那現行的法規也就是撲殺 就像我剛剛講動物保法的部分 你現在虐待動物 就是兩年以下舉出現 50到200萬病科禮這些法金 對啊 你有本事就去做啊 那你就有本事不要被抓到 就像我們台大那時候 有個叫大橘子 就有個外籍生 他就那時候虐貓 引起非常大的風波 可能大家都忘記這件事情了 後來他還是在繼續就學喔 可是後來他被退學了 有誰知道這件事嗎 沒有啊 因為他又在虐貓了 對我們來講 我們在做社工這塊 就會覺得好可惜喔 就當下你去指責他做的這件事情 去忘了去關切 去關心他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或許他承認他錯了 可是他會不會只是個表象 我不知道 可是我相信 他後來又在虐待貓這件事情 他就是個表象 後來他又被抓到 新聞沒有什麼報 然後他就被退學了 就沒有了 可是被虐待的貓呢 死了 那那個人呢 我其實蠻重視那個人的 那個人呢 他有因為這樣變好嗎 好像也沒有耶 他會回到他的原生國家 他繼續虐待動物 那就不是我們動保的初衷跟本意 對吧 所以其實murder 是不是有這樣的問題 也希望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努力 我們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常常在講說 我們動物這樣展示販售啊 然後都是虐待動物的一種 喔 是嗎 那我覺得我常常被虐待啊 我每天都要上班 我也不想上班 對吧 我也不想上班 對 我非常 我覺得當醫生好可憐啊 我每次看我的人醫朋友 其實我們現在受醫師不能叫醫師 會不會告 我們一定要叫我們叫受醫師 我們是管畜生的 對吧 我醫生有很多人醫的朋友 他好可憐啊 我每次一看他 像我上去打流感疫苗 看到他我就覺得 我的天啊 就是他每天工作好辛苦 然後呢 現在又有疫情 然後每天都要被刁民騷擾 然後呢 問他問他 那打個預防針出事也找他 那預防針又不是他發明的 對啊 就是我覺得人其實 就像我們現在動物也是一樣 我每天像 昨天李老師看到我臉書 他還怕我還在台東不來 因為我們昨天遇到一個 整個七孔流膿 真的是 七孔流膿啊 就是眼耳鼻口 全部都是膿的貓來 救不救 當然救啊 這好難救 我也不知道他發生什麼事了 怎麼搞到七孔流膿還沒死啊 對吧 就剛剛覺得 我還在臉書上寫的 唉 看到七孔流膿 我還覺得七孔流血比較好治 因為七孔流血大部分 就是老鼠藥中毒啊 我給個解毒劑就解決了 對啊 七孔流膿怎麼辦 我不知道耶 驗個血不用驗啊 因為沒有一個是正常的 他都流膿了 七孔流膿怎麼好驗血的 絕對都不正常啊 我要怎麼辦 我只能給抗生素啊 然後清創 洗牙 洗眼睛 洗耳朵 洗鼻子 洗口腔 對不對 我還能幹嘛 對啊 然後就留置 安置 住院 就只能這樣 我發現他什麼事我不知道 但七孔流膿 對啊 然後我看到他就覺得好辛苦 我想給他一針走 可是他是有人養的 不行 那我應該會被告死 對啊 所以我很想罵個世主 你怎麼可以把貓咬成這樣才送來 他說不知道啊 他昨天才這樣 你當我第一天當醫生了 開玩笑 對啊 每次遇到這種人都會這樣 你當我第一天當醫生 一天就這樣 我說天啊 你應該是今天才發現吧 對啊 所以我們會遇到很多很多的問題 對啊 所以像這個 我們也會跟學生講說 我跟 不好意思 因為常接觸高中生 跟大家講說 這樣對嗎 我不知道 這樣大家去過泰國玩嗎 有吧 泰國還蠻好玩的啊 又便宜 有騎過大象嗎 有吧 騎大象違法嗎 虐待動物嗎 我也虐待 那騎馬呢 我們人可以騎馬不能騎大象 我每次問學生這個問題啊 馬術還是奧運比賽之一耶 人騎在馬上 然後在那邊做競賽 就不違動保法 我騎個大象 看個風景 就違動保法 就虐待動物 這什麼道理 我不懂 我不懂 為什麼 就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啦 騎大象問我們違法 不是違法 是我們在意的事 這大象在訓練的過程中 因為我們又被人道的對待 這才是重點 就像馬戲團 為什麼我們反對 並不是因為馬戲團這件事是錯的 那太陽馬戲團這件事怎麼辦 人就可以被虐待 動物就不行 那些人做那些表演 不用練習 不會受傷 不會出事 會吧 他們有錢賺啊 我養動物也有給他吃啊 你要這樣比的話 我們賺錢也不是為了吃飯嗎 不然捐協會 謝謝 我們協會等一下 花不張會在後面 對啊 不是吧 所以其實太陽馬戲團就可以 那為什麼一般動物馬戲團就不行 就希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這些問題的差別在於說 我們人是自願的嘛 就像你今天疫苗 新冠肺炎疫苗 你要打什麼 是你的自由 你可以選擇 其實這是人最大的 跟動物 我覺得人跟動物最大的差別 並不是因為你會講話 也不是因為你會思考 是因為你可以做自己的選擇 你可以選擇不打啊 在國外 沒有要選你要打啊 你可以不打啊 那我只能用別的方式去讓你知道 你不打應該要承擔著責任跟後果 但他不會強迫跟限制你要打 你可以不打 那台灣你要打高端 你要打莫德納 打AD 這是你的選擇 對啊 本來就是人有選擇的權利 但動物沒有 動物沒有的時候 就需要我們去保護 那好 那為什麼可以騎馬 不能騎大象 因為我們馬的訓練 一定是一個很標準的流程 它是一個 就是一個很嚴謹的規範 就跟現在動物訓練一樣 就是狗狗去學校訓練 現在很多動物訓練師 你會發現他們有很多很多很好的方式 讓你知道動物的習慣 動物的習性 動物的表現 然後去引導他們做正確的事情 對 馬也是一樣啊 馬也是一樣 就是你可以讓他知道說 如果去聽從指令 我這樣要幹嘛 這樣要幹嘛 然後 對 但大象呢 你知道大象怎麼訓練嗎 對啊 怎麼訓練 我不知道啊 我的資訊可能是20年前啊 結果有錯的話 因為我後來沒有再update 因為應該現在要找他們訓練方式也很難 以前看到大象訓練真的很可憐啊 以後有空我放影片給你們看 我應該還有影片 他們就把大象釘在木樁上 就是用很大的木樁釘 把大象夾在裡面 小象的時候 但是小小的時候 小小小小的時候 對啊 然後就一群人每天去打他 打他 就是打他 然後鞭子抽他 幹嘛啦啦啦啦啦的 就是虐待他 然後就他的訓相師 就是會有一個人 他就每天去幫他上藥 給他吃 給他喝 幫他照顧 大象是個很聰明的動物 他就覺得你是個天使 殊不知你是惡魔派來的使者 對 所以其實原理上 他就這樣虐待完之後 那隻大象其實 最後只聽那個人的 那是我之前知道的訊息是這樣 所以每次我去泰國看他大象 那個大象舉腳有沒有 那個人在下面 我說阿彌陀佛 我都不敢 那火大就可以下去 你就再見 對啊 或是坐在橡皮上 我的天啊 就是 我對於野生中 都有一個崇敬的心 你知道嗎 就是野生動物其實他的能力 其實 遠遠大過你的想像 就跟有錢人的快樂一樣 你永遠想像不到 對啊 的道理是一樣的 就野生動物是很可怕的 就像山豬 我以前也不懂 我以前在公家機關服務的時候 那時候豬隻要打口蹄液 那就是會有很無聊的人 吃山豬肉 你知道嗎 重點是山豬還可以養 我就很想不知道那誰開放的 很想叫他自己來打 對啊 就吹劍 咻 啊 豬也是叫一聲 不像我們養的豬 啊 叫到很想安樂死他 對啊 一聲 好 那重點是呢 針要拿出來吧 不然豬去吃下去 豬很無聊很喜歡亂吃 把針吞下去不是造成問題嗎 我要把針取出來 我們拿那個那麼粗的鐵棍 上面有夾子 就進去要把那個夾子夾出來 那隻山豬我記得差不多 五六十公斤吧 差不多就一百斤 很大隻 只看那個山豬就 我夾子伸進去的時候 他就 啊 就這樣 就這樣而已 那根棍子就斷了 鐵的耶 只要是你的手呢 所以我們以前在養山豬的時候 可能現在沒有在養山豬 我們以前早就在養山豬 就常常會聽到山豬 吃養山豬的主人 死亡 被山豬咬死 你不要說山豬那個獠牙 他隨便一化 你差不多就是肚破長流 他從身上 他從你旁邊衝過去 他的皮膚接觸到你的皮膚 你就像你騎摩托車擂殘喔 你不要以為喔 喔 喔 因為你沒遇過 我們遇過 我們那時候池上動物園來的時候也是一樣 我們池上太 我們台北市的動物園太多動物了 一到我們池上木野的地方去安置 有一種很可愛的動物叫豬魯河嘛 就差不多那麼大隻 就跟狗差不多啦 那一樣 結果不知道哪個天然說他要打狂犬兵 是打狂犬兵嗎 對 好險那時候不是我進去 就是有人愛玩嘛 就跟你們這樣看起來 就一副圓圓一絲樣子 打個狂犬兵吹個劍要不要 好 那你們就去吧 對 就吹了之後那個公和馬就生氣了 你知道那個距離多遠嗎 就那個公和馬他會在那個門 後門那裡 對 他吹完劍之後 當然沒有那麼遠 比較近 吹完劍他就起身要走 那我就在台子上看 就叫 他看那個河馬衝過來你知道嗎 一隻肥短圓的動物 這樣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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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跑 他跑跑跑 你知道跑不過他 你看你的河馬都跑不過慘了 對啊 就咬他 咬到他的小腿 他就送到我們觀山池基去治療 阿彌陀佛 所以像大象也是一樣啊 我以前在實習的時候 台北市的動物園 就看他們在治療 現在講這兩隻大象 可能大家都不認識了 一隻叫馬蘭 一隻叫凌旺 大家點頭就知道這年紀差不多 對啊 一隻叫馬蘭 一隻叫凌旺 其實馬蘭那時候他就是 腳蹄裂開 就是指尖炎 他後來死因就是因為那個指尖炎 一直治不好 變成臨狀上病細胞癌 我沒有記錯的話 然後就癌症 然後轉移死掉 他說治療的時候 就是把馬蘭 你知道嗎 綁在一個很大根的鐵柱上 那時候我們在當學生 就是看那個影片 就是看老師在治療 然後就把他用很粗的麻繩 把他吊起來 是清那個傷口 然後凌旺就在外面 因為大象他們一夫一妻之 就愛他太太 就看他太太被一群莫名的人 綁在那裡虐待 對啊 就外面嚎叫 就撞那個門 那個門也是非常粗的鐵輪 摳著 就不知道哪一天撞撞撞 又不知道哪個關門的 沒關好 他把門給撞開了 你看大家跑的跟飛的一樣 你就看那個軟軟的 比他應該七十多歲了 很老了 凌旺很老 七十多歲的老人家 他就拿那個鼻子 你知道嗎 就過去 就轉轉轉 那個出了麻繩 就像 你有沒有看過魔鬼終結者 那個阿諾斯瓦的性格 就這樣 啪啪啪啪啪 生日就斷了 我都覺得哪個像是個人的話 應該就裂開了 那兩隻大象就很快樂的跑掉 所以我每次看到這些眼神動物的時候 我都很敬畏 就是我會站得很遠 你們去 你們去 你們去跟他拍照 對啊 所以其實像這個動物 我們會禁止你 不喜歡你去騎大象 原因是因為他們用不忍道的方式 去對待大象 而不是說不能騎 因為你不騎他 問題就來了 相思沒心水 那你覺得他會餓自己嗎 不會啊 不會啊 一定餓他呀 我做別的工作就好 那大象呢 我不知道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我們是希望說 我們透過很多方式 應該讓他們去學會 如果正確或是 用好的方式去訓練大象 讓他可以接受 我們人類的騎乘 就跟馬一樣 對啊 或許我的想法 並沒有那麼正確 但是這是我的想法 就是你們可以尊重可以討論 對啊 我覺得在動保來講 就是大家應該互相尊重跟討論 而不是說 我今天說我狗給關 我的狗都關著 因為他這樣比較乖 我就罵我不能到 觸生 就罵 我常常看到這樣子啊 我有狗戀著 那狗需要自由啊 我們常遇到很多動物 愛心人士就是批評別的愛心人士 像我們以前有兩個愛心人士 一個是我們前任理事長 他過世了 他有成立一個狗屋 把狗關在裡面 但他每天去餵食的時候 才會把狗放到他另外一個場地去跑 跑一跑跑一跑 他把狗子打掃乾淨的時候 然後他讓狗進來吃飯 那另外一個愛心人士 是我們另外一個狗場的 我曾經帶他去看 我說這樣很好啊 他就直接當著那個馬 狗這樣哪有自由 這樣很可憐耶 關在裡面 我說他會出去跑啊 可是你一天 只讓他跑個一條個死 兩小時 我的狗都在自由跑 對 可是你知道他的狗 就挖洞出去被車撞死 他的狗 就常常吃到不該吃的東西送醫院來 他的狗 就常常因為打架造成傷害 我不知道誰對啦 對醫療端來講 反正你有事我就處理 但對我來講 我們那個老 我們以前理事長的狗 是我真的我這輩子 我真的這輩子 我會在台東搞協會 就是因為認識他 他每 他有十個區 每一區都是 就是那一群狗 沒有狗會回錯家 他餵食有一定的程序跟方式 所以狗在吃飯不會打架 每隻狗都有名字 他都叫得到 每隻狗他都能抱 可以打針 這才叫養啊 我們現在很多狗場 一群啊 對你很氣派 在餵食的時候 一群狗湧上來 我覺得你是神嗎 還是你是皇帝 我每次看到這個 我很生氣 其實我 等一下應該有人直播罵我了 不然你想怎樣 沒想怎樣 對啊 我是覺得說 不是就是說 那你其他的狗你摸得到嗎 有些你拍照那群狗 對他是親人的 還有一大片不親人的狗 在外面你摸不到 你只能餵他 對 然後他們因為要真實 會不會打架 他們生病的時候要如何投藥 他們如何去做狂原病 或其他預防針的注射 I don't know 對吧 那真的是餵養 你真的養他是好事嗎 我不知道耶 我是希望讓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那你們在捐款的時候 在捐協會的時候 去了解他們協會在做的事情的時候 不要只看表象 去了解嘛 多花點時間去思考一下 他們這樣做這件事情對不對 那好的協會 才會得到更好的資源 那一些 我們真的講難聽 也有一些動保蟑螂來講 對啊 讓他們可以知道 因為你們都會去查證 可以去核食 至少讓他們這些行為可以狩獵 就這樣 好不好 所以像動物來講 我們都會想到這個 就會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真的嗎 真的嗎 騎大將不行的話 我們可以騎馬 那馬戲團不行 我們會有太陽馬戲團 對啊 就希望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所以這其他一樣 就是我們長期有動保蟑螂最喜歡的就是 我的種族歧視跟性別歧視跟物種歧視 其實是一樣的 一樣嗎 我現在講到這邊 就希望大家好好想想 就真的是一樣的東西嗎 對啊 那我們最喜歡就是用這個 就是我們人喜歡抱小孩 動物也是啊 這其實沒有什麼差別啊 這沒差別嗎 我們常常在養狗跟養貓這兩塊動物上 我們就會跟世祖講 狗跟貓一樣嘛 我最喜歡跟世祖講的就是 你用養狗的方式養貓 貓會恨你一輩子 你用養貓的方式養狗 狗會混蛋一輩子 為什麼 就這樣我最喜歡問的 狗會不會是人類最好的朋友 為我不會是貓 為我不會是熊貓 我蠻喜歡熊貓的啊 對啊 為什麼不會是豬 為什麼不會是馬 為什麼不會是羊 為什麼不會是牛 為什麼是狗 來 大家可以講一下嗎 為什麼狗是人類最好的朋友 很忠心 我覺得我的貓對我也不錯 很忠心 算啦 但是這個可以更具體了嗎 對啊 其實第一個 當然狗是群居動物啦 那我們人本來就是群居動物啊 所以比較合得來啦 不會 我以前是貓 台灣狗 等一下再說 對啊 第二個是 我覺得狗是人類最好的朋友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它夠笨 我覺得全世界最笨的東西就是狗吧 對啊 為什麼 滿笨的啊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全世界的動物 只有一種動物就是你把它打一頓還叫的來 就應該狗吧 嗯 其他動物很難耶 打牠一頓 它可能會來得久一點啊 可是它一定會到你旁邊 真的 只有狗 不然你回家打你的貓試試看 跟你拼了 對不對 一定是這樣子啊 對 所以狗人類最好的朋友 所以我們要保護狗 我們常常講說狗人類最好的朋友 狗人類最好的朋友 狗人類最好的朋友 你都沒有想過為什麼 我覺得貓才是狗好混蛋 狗好臭 狗好臭 有些人也滿臭的啊 狗會知道髒亂 人知道髒亂沒有比狗少 對啊 所以其他地方就是說 狗人類最好的朋友 因為它真的 它跟你形成一副關係的時候 它對你的方式就是不離不棄 結果我們常常跟師徒講 你今天真的狠心把狗丟到外面去 它能夠活下來 過了20年 它還是那隻笨狗 可是你今天養一隻貓 你把它丟出去 不用活 它可以活下來 它都兩個禮拜之後 它就是另外一隻貓了 你不用講太多 它不認識你 它已經就是另外一隻野貓了 它就整個野性化會起來 但它只要能超過兩個禮拜到一個月 它對環境的熟悉 跟它可以捕捉到它的獵物的時候 它整個野性會被激發 狗不會喔 那我們常常會跟我的愛心人士 我的私徒講 像我這種我個性很壞 我們這種壞人 壞人養好狗 所以常常會看到很多狗 什麼人丟在橋上 在那邊不離不棄 等它主人好幾天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可以試試看你們家的狗 你丟它就 你不要丟啊 你放它就跑了啦 對不對 為什麼會這種最大的差別 就是常常就講 那是一個義父關係存在 我被戀著 假如今天我是一隻狗 我被戀著 我被關著 我有能力去找東西吃嗎 沒有 我每天就看到你來的時候才有食物吃 就跟剛剛大象的事情是一樣的 我每天就被人家打 只有你來的時候我才會得到救贖 才會得到治療 才會得到食物跟飲水 所以今天一隻狗被戀著 你打 他們找不到東西吃 戀著戀著 他沒有任何的自由 他就看到你回來的時候 才有東西可以吃 他不愛你嗎 他愛也愛死了 對不對 所以狗狗笨不笨 笨 所以那些人 他招作不想養 都要放下來的時候 他不知道怎麼辦 他就天天在那邊等他的主人回來 那你們家的狗呢 每天吃飽了 吃了皇家 他嫌皇家爛 換艾肯拿 這樣會不會被廠商告 對啊 不是我說爛 是那個士主覺得爛 艾肯拿吃一吃 我又不想吃 對啊 要吃換別的 換來換去換到他 只吃泥煮的 泥煮的呢 這牛肉可能不新鮮 對啊 我可能還是他換一家日本和牛吧 拜託你給我吃 拜託我還沒有吃過 對啊 就是煮牙吃 狗也救不來 我就養他幹嘛 對啊 每天遇到士主來 那狗都不聽他的話 對啊 我們這個壞人個性就來了 對啊 對 我們常常講延師出高圖 棒下出孝子 才會就這樣 對啊 所以其實這位跟師傅講 就是這樣是一個衣服關係存在 所以壞人養好狗的原因是 講玩笑話 可是你會發現那些狗 我會不離不棄 是因為牠 真的 本 牠沒有辦法 牠每天的食物來源 都只能靠你給予的時候 牠就對你忠心耿耿 那我們飼養的動物不會這樣 因為你給牠過多的食物 讓牠有過多的選擇的時候 牠反而會覺得你們之間的依附關係跟社會階層是不一樣的 那是我個人的理論 我的動保理論是古典制約 就我們在學社工的時候 就大家應該有學過嘛 就是你搖零的時候給狗吃飯啊 搖零的時候給狗吃飯啊 那你沒有給狗吃的時候 你搖零狗的胃傳就會分泌 那叫制約理論 我是屬於很古老的那一派 對啊 那現在很多很多動保的理論 或是訓練理論上都是很新的啦 那當然你們可以配合你們喜歡的動物訓練師 或動物訓練的教材 去做這樣的動物訓練的部分 對啊 好不好 那再來就是這個 我每天看到這個我都心驚驚啊 你知道嗎 就剛剛講的 抱獅子 天啊 十個人九個回不來 我告訴你 還有這個就是獅子王的影片啊 就是獅子跟猶豬睡在一起 這個其實不是說不可能 但我很不喜歡 又是我本身做社工的時候 我們重設的是特教 對 我不太喜歡用一個特例去掩蓋其他人 都應該會變這樣 我個人問題 對啊 這東西我覺得 對 可是你覺得這個獅子 它真的是一隻獅子嗎 因為它已經傷了它的野性了 這樣好嗎 我不知道 就這樣我們在做野保的部分 野生動物保育的部分 我們其實原來在野生動物 最大的問題在來說 我們希望它 是回歸到它的原始生活棲地 其實原則上 你只要做我們這一塊做久 你會發現 最會傷害動物的 絕對不會是動物 最會傷害動物的永遠都是人 所以像我們要野放 安置 也不是講野放啦 圓放或安置 就是我們流氧動物的時候 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大的空間 可以收容我們救助的流氧動物 對啊 那除非它殘缺啦 就是斷手斷腳啊 行為不當 行為不能有正常的行為的狗貓 我們只能找地方安置 那一般原放的狗貓 我們都希望它討厭人 當然這 能夠原放來到醫院治療的 一定都是解紮過的 這絕對放心 但我希望它討厭人 因為討厭人它才不會侵入民居 去破壞你的東西 它才不會去 它才不敢去傷害 破壞你家的熱熱筒 跟翻你的鞋櫃 因為它怕你 它根本不敢靠近你的生活領域 那你不會覺得它騷擾你 你就不會去傷害它 跟很多人放養狗 就是那個狗 其實就是你已經養到 它覺得人是它唯一的食物來源 那你放在某個區域 它就去騷擾那個區域的民眾 那個民眾就會開始討厭狗 進而傷害狗 那你覺得這樣是對嗎 我不知道 就希望大家好好思考一下 因為這個它後面也會討論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說 我們動保人士 最喜歡用這樣的圖片 去讓你覺得說 其實動物跟人類並沒有不一樣 對我來講 我還是會希望讓大家了解 狗就是狗 貓就是貓 狗有狗的習性 貓有貓的個性 對啊 我們就讓我們對人 絕對不可能跟對動物是一樣的 那在我們這一個 在我這一塊我都會覺得 假如你對人不好 你有什麼權利說對人 對動物好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對啊 你說人很壞啊 你沒有遇過壞狗 我們學會有很多 我可以送你兩隻 建議養兩個禮拜 你受得了我佩服你 對啊 它就是什麼都給你咬壞 真的什麼都給你咬壞 我們曾經有一隻狗 就把輪胎都咬破 搶不搶 搶搶搶搶搶 還有還被那個車主人罵 輪胎都破 輪胎破可以買新的 但狗受傷的很難搞 對啊 對 雖然他會自己好 好不好 所以這希望讓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這樣的問題 對啊 那 老師要休息嗎 沒有 就直接 那再來就是我又見到下一個階段 對啊 見到下一個階段 就是現實中的 我們動保所遇到的狀況 那我們找了幾個層面 當然大家來討論 然後等一下我們會有Q&A的時間 然後我們再來討論一下 對啊 那第二個就是 我們該不該餵養流氧動物啊 我最喜歡討論這種很棘手的問題 你說該 你就被那些人罵 你說不該 又被餵養的人罵 那到底該不該 所以很多人就講得很模糊啊 我們其實看到動物很可憐的人 那時候我覺得給牠們吃一點東西是應該的啦 可是那個動物其實原來上還好的話 我覺得就不應該去餵養牠們 那講話跟沒講話不是一樣嗎 對啊 唉 我就覺得現在這個是 就是 對 好不好 所以其實該不該餵養喔 那我們一般來講 當然 喜歡餵養的人 就有他自己很多的理念跟理想 還有很多的 很多的想法 但是問題在說 我們常常去遇到這種問題啊 這就是把一個便當丟著 然後這種環境的髒亂 這是最常被人家詬病的 環境髒亂 對啊 第二個就是 OK 牠聽我的話 因為我很討厭狗吃 飼料罐頭以外的食物 我個人 在跟我們協會合作的狗場 我們要求牠有幾個要點 一定要遵守 第一點 狗只能吃飼料 除非牠有事 牠有事的問題就是 牠需要吃點別的 我會告訴你 牠還吃什麼 不然狗只能吃飼料 第二件事情 狗母都得結紮 公母都得結紮 等一下結紮的時候我會講 為什麼 公母都得結紮 第三件事情 不准再收新的狗 你要我幫 就是因為你已經沒有錢了 你還給我收新的狗 找死嘛 對不對 不好意思 我兇惡的本性又露出來 講到這個我火氣都很大 對啊 那第四個幹嘛 一定要打預防針 你不打預防針 不要告訴我 你的狗是健康的 因為牠出個病 就像我們現在很多動保在救援 在救治 我都覺得那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你花個十萬二十萬去救一隻狗 你知道十萬二十萬可以結到多少動物嗎 只要一隻算一千 我可以結到一百隻 一千隻 但你為了一隻狗救 牠生命是無價的呀 對 無價的 那這隻狗救完之後放哪 大家都不想討論這個問題 我好喜歡講這個事 那這狗救完之後你要放哪 放你家 不是 圓放 圓放再來個十萬 是這樣嗎 一隻狗剛剛講 牠就是人的最好朋友 因為牠夠笨 牠會做一樣的蠢事 牠會做一次 牠一定會做第二次 你放心 對啊 圓放嗎 牠可能圓放嘛 所以在我們前面來講 會遇到這樣的動物 就一定是安置 所以我們要很大的空間跟地方 可以做安置的動作 這樣我們無限制的收狗 我們所有的安置場所 一定都是滿的 那沒有什麼好講的啊 對啊 所以該不該餵 我又按到 太早 太早破梗 對啊 所以其餘像這種東西 其實都是長期以來的啊 就是我們這樣看了 人家亂餵養狗 然後我們通報動保處 現在所謂說 叫做精準捕捉 你要告訴我 是哪隻破壞環境啊 哪是造成追車擾靈啊 誰知道啊 對不對 重點是這些狗 可能就隔壁鄰居養了 我去通報他 我要出面指證哪隻狗 對 這隻狗被抓走了 鄰居就來我家燒了 那我該怎麼辦 所以我們協會 在台東尾付起很重要的任務 就是你不敢檢舉 我來 對啊 你告訴我弟子 我最喜歡說謊啊 以後一定下地獄 我每次跟動保處講說 我那天經過哪裡的時候 那隻狗出來追我 結果我根本沒去哪 對啊 請你們去了解一下 這樣追車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安全 或者我們下鄉去哪裡結紮的時候 那一家拒不結獄 其實你們去那邊的時候 派人去宣導一下 對啊 其實我根本沒去 對啊 都是民眾同報 可是問題在說 因為在台東 畢竟鄉下的地方 就是他們對公部門的權利 還是比較重視啊 那我覺得我們要的 也不是說要去傷害那個人 或傷害那個動物 只是希望那個民眾 可以配合政府的法律 就是讓動物稍稍受限制 就像台東很多狗 都綁個棍子有沒有 就鏈子 然後像綁跟棍子有沒有 有沒有用 沒啥用 對啊 狗跑的跟飛的一樣 對啊 對啊 他本來只是像 自強號吧 綁個棍子 差不多像舉光號這樣 對啊 孩子追啊 開玩笑 那第二個說 你說法規的話 洞保保保並沒有法呀 那你只能用什麼廢棄物清理法 六千到一萬二吧 我記得這樣 沒錯的話 對啊 就是法 然後你要拍照 舉證 你要知道誰到的 你怎麼知道 他在餵的時候 你拍拍他 你可以給我你的身分證 電話姓名跟住址嗎 我要去環保局檢舉你 這樣的話 他才會把罰單寄到你家 你敢我舉手 謝謝 立刻發個獎狀給你 沒有人敢 對啊 那你真的只是拍個照 他在餵養 然後寄到環保局去 他會理你 好像不會耶 我在台中是沒有理過我 對吧 那怎麼辦呢 那沒有辦法 那你說要申請國賠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申請國賠 餵個東西要申請國賠 這件事情 我也搞不太清楚 但問題在說 現在我們的公部門 真的是很積極作為 有啦 不像以前 其實第一個我們洞保保 其實會那麼積極 其實像 應該說 我們為什麼之前會 那麼大量的捕捉流浪狗 去安樂死 其實是有意義 是有原因在 是因為那時候是一個台南有一個老婦人 他去田裡工作的時候 忽然一群流浪狗攻擊他 結果那個老婦人被咬死了 那家屬就棄申請國賠 然後說法院審理的過程中 的確我們政府對於流浪狗的部分 並沒有積極作為 所以這件準喔 準喔 所以才帶動之後所有的先制政府 開始積極步驟流浪動物 那你抓那麼多狗進來我該怎麼辦 沒辦法只能安樂死 所以才產生這所謂的12頁問題 那安樂死的部分我們等一下也會討論 那現在連安樂比較好嗎 我也不知道 那再來就是地方協調 這有用嗎 我不知道耶 我在台灣我都個人覺得那個 就神話吧 就沒什麼用啊 因為就是就像剛剛講的 我們講的那麼拉一拉大講的 從前面講到現在就是 就是當你有自己的立場跟定見 而不尊重我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什麼討論的空間 對吧 你說你不要餵 那我說就是要餵 那你要餵的原因就是你覺得狗很可憐 不要餵的原因是因為 你會這樣環境髒亂 你們兩個其實站在不同的瓶領線上 那我有什麼好討論的空間 然後最後沒辦法整幹嘛 結果又來了 對啊 台灣最好的點就是農藥好買啊 我們都覺得我的天啊 這是農藥真的很好買啊 對啊 你在台東連槍 現在有錄影 就是連搶劫犯還蠻多的 開玩笑的 這其實都會跟師傅講 沒辦法 那我只能到這去毒狗傷害狗 那其實好多農藥 我每次在做 有時候我們在鄉下地方 天啊 就是農藥真的是好取得之外 我還知道什麼農藥比較快 那你死的就像安樂死一樣 立刻就走了 那你痛苦死 對啊 什麼農藥什麼樣的症狀 那我該用什麼解毒藥 我們醫院什麼沒有 就解毒藥超多的 對吧 所以這種東西到時候 就變成這樣子啊 然後又怎樣 到時候倒霉的還是狗 那問題在說 那該不該餵養狗 該不該 我覺得 我沒有意見 好奇強派的講法 不是啊 對我來講你要餵可以 那我就有一個要求 結紮 你不絕育別餵 就這麼簡單 因為這是說實在的 真的 對我們在總之動保人來講 抓得到那個狗貓 只有餵的人抓得到啦 其他人去他都跑啦 其他人他都跑啦 其他人他都跑啦 你抓不到 所以只有餵養 長時間定期在餵養的那個人 碰得到那隻動物 對啊 所以我們 我的要求就是 你要餵可以 一定要絕育 你沒有錢 我可以跟政府申請補助給你 沒有問題 但你一定要絕育 但你不絕育 別餵 這麼簡單啊 為什麼 鼓語有餘嘛 保暖私盈欲 積寒其道心 他吃飽飽的就去生小孩 不是嗎 難道他吃飽飽去念書嗎 對不對 我們今天吃飽了 這兩隻狗坐在那邊喝個酒 看著月亮 對 開始寫詩 我的天啊 沒事 他們兩隻狗就看著月亮 開始做一些奇怪的事 然後另外一隻就 肚子就慢慢大了 然後就生了 然後生了之後呢 就一堆事 對啊 就一直餵 一直餵 所以保暖私盈 你假如奶昆不餵了咧 饑寒其道心 他就去破壞附近鄰居啊 反正有東西吃了 沒東西吃了 反正就狗的數量越來越多了 你的東西不夠了 他一定會去破壞其他人 因為他覺得人類就是最主要的食物來源啊 然後他就是去鄰居 就是他居住的環境的 只要有人住的地方 就開始去掃食物 造成破壞 然後到最後又是又來了 私情處理 倒楣還是狗 所以你餵養不是公德 你餵養其實是傷害這些動物 所以我們都會跟那些人 你要講公德大家來 講道德 講倫理 我都可以講給你聽 講科學我也可以講給你聽 我們其實就是受益師 我就告訴你該怎麼辦 你就抓來結紮嘛 你沒有錢告訴我嘛 我也沒有啊 對啊 那怎麼辦 我們去找啊 我可以幫你找 我們協會立場就是幫你找錢 但你要做這件事情 每個人都負擔一起不要的責任 你餵他不能只是餵到你爽 對啊 對我們來講社工 有個很重要的理論是陪伴 對啊 那陪伴其實這樣 這種東西是很無價的 你在餵養的過程中 你可能覺得你在救贖這個動物 另外一個層次 其實動物被你救 動物在救贖你 因為你有被需要跟被需求的感覺 這是一個很好的點 我們其實這樣在做 一些心理障礙的人士的一些治療上 我們都會帶他去餵養狗耶 我們曾經遇到一個媽媽帶著一個女兒 就這樣 他真的是全年無休24小時 即便遇到颱風都要騎車去餵狗 不然他女兒在家裡就會開始 整個就會 情緒就會來 然後搞得天翻地覆 就是他媽媽就每天要載著他去餵流行動物 對啊 那他也很配合我們 去抓這些流行狗來結紮 他女兒之前還反對 也抗拒 後來看我們在做的過程中 對啊 我也會因為他女兒 坐的動很小 速度很快 對不對 不然他女兒在旁邊會一直吵我 對啊 那其餘樣這都是 就是大家就是互相 互相幫忙來解決流行動物問題 所以餵養對我來講 我不是說我很齊強派 說你要餵也可以不餵也可以 不是 你要餵可以 但麻煩一定要絕育 你不絕育拜託別餵 你說不餵他們很可憐 我問你餵下去他們更可憐 對啊 那不餵的人就爽啊 我說不是不是 你不餵的問題在說 我覺得就是老天決定 當這個環境 但你也不要去傷害這個動物 當這個環境裡面 他只有只能養十隻狗的分量 他絕對不會讓 這些狗絕對不會讓 第十一隻狗出現 你放心 因為每隻狗都有每隻狗的淋浴權 可是當你餵的食物太多的時候 這些問題就會開始出現 那我們該不會養狗啊 哇 這又是個很大的問題 像我前天去大王國中演講的時候 那校長就講得很棒 他說他小時候養過兩隻兔子 有一隻兔子就死在他的懷裡 從此之後他就發現 他其實真的沒有能力飼養動物 後來他因為念書啊 拉不拉扎 工作啊 他很喜歡動物 他從來不養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點 對啊 因為現在的人 其實很多人 其實他根本沒有時間養狗 可是他就養了狗 他養了狗之後發生什麼事 他每天都在救贖那隻狗 因為他上班好累 回到家 但有隻狗狗貓貓在你旁邊依偎著 你會覺得很幸福 所以你的幸福就取決於食物 你就開始給他灌 就給他吃大量的食物 我們等一下後面會講到這個問題 那造成很多的疾病 不然就有些人因為炫耀 養了這種狗 他是一隻熬犬 這是民國94年那時候 我們應該是跟別的協會或活動的時候 救援的照片 對啊 熬犬 你不要看他已經變這樣了 他戰鬥力十足啊 咬死你 就是絕對不摧毀之力 超兇的 對啊 可是他已經這麼嚴重的皮膚病 Sorry 他已經這麼嚴重的皮膚病了 怎麼辦 還是得治療啊 可是他到最後還是被安樂死了 因為他真的太兇了 然後主人 也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那時候動保法也沒有很成熟 也不知道怎麼辦 到時候他是被安樂死 我們也很不得不把他安樂死 因為他沒有辦法 沒有人可以靠近他 那這種人養狗 然後不應該受到處罰嗎 對吧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現在其實原來我們 這幾年的獸醫 其實原來針對肥胖的問題 在國外來講 你當然動物過度肥胖已經是為了動物保護 會被判刑的喔 對啊 那你太胖的貓 其實有很多問題會發生 不要說腎臟 其實貓咪什麼病都會變腎臟問題 那過度肥胖必要到感染問題 還有血栓血脂 太多太多的狀況 那肥胖問題就剛剛講的 救贖 當你覺得說我回到家 他一整天沒有看到我了 他來黏我幹嘛的時候 你看他在吃飯的時候那種愉悅感 真的就像 就像 就像我太太很喜歡看日本大胃王比賽 我都覺得你有病 對啊 每天看一堆人吃一大堆東西的時候 我都覺得 還滿好看的啊 對啊 又是看到漂漂亮亮的女生 又瘦瘦的 吃 哇塞我的天啊 對啊 可是你會覺得那是病態啊 我覺得那是一種病態行為 對啊 可是很棒 還有一個以前有一個節目叫生夜食堂 一個像我們這種中老年人 然後晚上的時候去吃麵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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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 然後口白就出現了 哦 然後你哥哥呢 我會講日文 所以其他人就是再說 那你該把養中的 希望大家可以去批評 因為現在獸醫的收費 其實我們常常遇到的問題就是再來說 每個人都在抱怨獸醫好貴 看承好貴 什麼好貴 什麼好貴 而問題再來說 是因為健保才便宜好不好 我們以前沒有健保的時候看醫生也很貴 可是因為你們沒有經歷過沒有健保那個年代 你們現在健保你們看一下健保上面的單子 你們可能去看個診你只付了150塊 看那個診可能你可能付了五六百塊 甚至七八百塊你不知道而已 就只看個診 這問題就出現了 就是像我常跟台大的學生 或是我去上課的時候跟學生講 為什麼要驗血 為什麼要驗血 你們應該有都 今天會坐在這邊 應該大家自己家裡都會飼養動物 應該也有帶動物去動物醫院看診的經驗 就是一般來講 你會發現很多錢都在於檢驗費用 你要驗血 你要做檢查 你要幹嘛 你要幹嘛 所以你去看醫生 有時候連醫生臉都還沒看得到 你就已經付了一堆錢了 為什麼會這樣 那我去看人醫的時候好像沒有 之後那邊醫生問你怎麼了 喔老老 醫生我今天喉嚨痛 咳嗽 我昨天晚上不太舒服 從不過氣來 講完之後醫生 嗯 好 謝謝 那你等一下在外面領藥 我就覺得以前就不認真念書 當人醫多快樂 對啊 聽你講完了 你都自己診斷完了 我還需要看什麼 動物不會講話 我們常常問學生 為什麼動物要驗血 他就會告訴我很多事啊 第一個 動物不會講話 世主不專業 他沒有辦法正確地說出動物的病情 對不對 然後我們需要更精確地去瞭解 動物的身體狀況 因為他可能他吃的東西不健康 然後造成他有很多隱藏性的疾病 對 都講的都對 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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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問題就出現了 我女兒現在六歲 她兩三歲 她滿晚才會講話的 所以她兩歲以前不會講話的時候 我帶去看醫生 我就會跟我學生講 我女兒不會講話 你碰他哪裡都哭啊 對不對 然後我也不是小兒科專科 我也不知道他怎樣 我只會跟醫生講說 他晚上睡不著 一直哭 對 我的小兒科醫生也是摸摸他之後 就說 你一定要去外面領藥 我都覺得 你真的 你認真嗎 認真 對 我以前去我們的基督教醫院 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還跟我講說 那個醫生跟我們很麻吉啦 我覺得他講的理論跟我很像 你的小孩不要緊張 吃個益生菌就好 我的天啊 我小孩都發燒了 你可以救救他嗎 沒有 我沒有這樣講 所以我就領了他的益生菌回家 給我小孩吃了 我小孩也是好啊 那重點在來說 那動物該怎麼被治療 我不知道 每個醫生有每個醫生的看法 你就找你合作信任 願意配合動物醫院 我沒有覺得說誰對誰錯 因為我覺得你常去某一家 我們覺得動物更需要建立家庭醫師制度 家庭醫師的制度 這個是題外話 那最後一個 那我該買狗嗎 我可以買狗嗎 哇 這個就是又踩在動保的紅線上 我可不可以買動物啊 現在我們動物最喜歡推廣的就是 領養代替購買 對不對 與其在路上撿也不要去 動物寵物店買 是這樣嗎 我覺得這又牽得到另外一個層次問題 對我來講你要買的我沒意見 你要買的我沒意見 沒意見 你不是做動保的嗎 你會鼓勵人家去買狗呢 我沒意見 我沒意見歸沒意見 那我淡書啊 我最喜歡淡書這件事情 那請你確定你買的是純種狗 有啊 那個繁殖廠都可以給我血統證明書啊 你要血統證明書200塊 不知道多少錢就可以買到 對吧 你要確定你買的是純種狗 那你就去買唄 為什麼 對我來講很多繁殖廠之所以被詬病 其實國外有沒有繁殖廠 有啊 國外也有繁殖廠 那你覺得國外的動保團體 會對繁殖廠那麼多的要求跟限制嗎 有 但是他只要符合他的要求就是 我們支持你這個繁殖廠 為什麼 就表示我們繁殖廠 我們今天竟然賣給你的動物 就是純種動物 第一個 他是純種的 第二個 他可以有任何先天性疾病嗎 不可以啊 對不對 你有先天性疾病 表示你定什麼 靜清交配 所以他不可以有靜清交配 那我們台灣有很多狗 有銀鎬 有很多莫名其妙的病 那其實都是靜清交配造成的啊 都是靜清交配造成的啊 那第三個 我們在賣給你這個動物 他還有保證 那你說我們農委會不是有定情化契約嗎 OK好啊 那就大家來講 那 第一個 我們如何確定他是純種 你如果有選擁證明書啊 那好啊 那既然你有選擁證明書 表證應該是 我買這隻純種狗 他生出來的子袋應該都是純種才對吧 可是你會發現你買回去的狗 生出來的小狗 一般都很慘 假如你沒有絕育的話 你覺得我的狗好漂亮喔 我一定要讓他的後代留下來 所以你就去讓牠去交配讓牠生了 你就會發現你生出來的小狗很怪 跟媽媽不太像 感覺牠整過型 對不對 一般我都會跟司徒講 或是跟安憑人講 我們發現繁殖廠並不是因為繁殖廠是萬惡的企業 不要這樣子覺得 每一間行業都有它的尊嚴跟重要性 但是重點是我要求的是 你一定要賣給我純種狗 難道你願意買 花一台賓士的錢 對 牠看起來像賓士 內裝是Toyota 我這樣會被Toyota告嗎 對不對 可能會 不是啊 因為我花了賓士的錢 那你給我一台賓士 對 牠看起來外觀是賓士 可是內裝是Toyota 這樣可以嗎 不好意思 我們台灣很多繁殖廠是這樣 對 你看牠是馬爾濟斯 可是內裝可能是比特 不是 比特太over了 內裝可能是比熊 對 結果長大之後發現 牠蠻遠的 牠不像馬爾濟斯 我買一隻 我買一隻黃金 結果牠內裝是科基 我的天啊 對啊 結果我曾遇到一隻短腿版的黃金 我只能說這是新品種 OK 你高興就好 因為我戳破你也怕你不愛牠 對啊 這黃金短腿的蠻可愛的 嗯 好像科基啊 對不對 所以重點是你今天買這隻狗 牠是不是純種的嘛 我要求是這樣啊 我不介意你買牠 我不介意你幹嘛 所以我常跟人家講 不管你的狗 是搶的 偷的 亂撿的 買的 我都尊重 我要求的是你愛牠就好 你要去領也可以 但我們遇到很多人去領狗 抱著是救贖的心態 我去救了牠 所以救回來之後 那隻狗不聽話 胡搞瞎搞 其實牠受到的虐待 沒有你想像中的少 你有沒有去追啊 我們常常都學說 我們要的應該是後端的追蹤 而不是前端的限制 我們很多協會 你要去領一隻狗 牠做了很多的限制 調查你的身家 你要牽什麼拉不拉 幹嘛幹嘛 你理那個狗你不理牠 然後呢 又能怎樣 又能怎樣 我不知道 所以像我們協會在送養狗 我就覺得你要就給你啊 我們同事或成績 我們一些夥伴 你怎麼可以這樣 那你有空去看牠啊 我們要求只是一句話 你讓我看個幾次嘛 那你要回來打預防針嘛 我們送的狗 打預防針很便宜啊 不管你打什麼預防針 三百塊 你只要願意帶回來我就打 甚至有時候 有什麼補助拉不拉拉的贈品 我都送你 因為你一定是狗 對我來講 送狗不難 救狗不難 養狗最難 就像我們常常講的嘛 養育之恩大於天啊 你要養牠十年 這十年你都要照顧牠 你才是最偉大的啊 對啊 但你要好好照顧牠才是重要 但是我們常常在批評上 就是講說 繁殖廠常常這樣 這也是我們之前去救援的一個 繁殖廠的狀況 我以前在大學的時候很無聊 我真的蠻無聊的一個人 對啊 就常常去東找七跑 東轉七算 就在大學實習的時候 我也曾經去繁殖廠 我學過醜物美容 因為對我來講呢 你看重工美容是好無聊不起啊 那狗兇的跟鬼一樣 還可以幫牠禮毛 你自己試試看 怎麼抓狗 怎麼去保定 這很重要啊 對啊 所以其中 可是如果你去繁殖廠之後 發現真的很多問題都這樣 那你說牠們真的是純種狗嗎 你覺得假如牠今天願意花個二三十萬 甚至更多的錢 去買一隻純種種公種母回來配種 你覺得牠會變這個樣子嗎 所以牠絕對不是嘛 對啊 所以我們那時候 當然這個是我很早很早以前的經驗 不代表現在是這樣 結果我以前發現說 其實那些繁殖業者很聰明啊 牠們其實生物學都學得很好 高中生物已經都很高分 牠們夢得了幾位是牠好朋友 對不對 假設我們純種狗 我進來百分之百的純種品系 就是大A大A嘛 對不對 我今天找了一隻混種品系的狗 跟牠交配 生出來純種品系剩多少 假設那些純種狗真的就很不純 小A小A 那你生出來的狗是什麼 大A小A 牠的基因佔百分之五十 OK 牠在回配 什麼叫回配 就生出來的小孩跟媽媽 或生出來的小孩跟爸爸 再交配一次 這樣生出來的低代子代 牠的純種基因有多少 大A大A大A小A 你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基因 會是大A大A 有百分之 我夢得不太熟啊 十分之一的基率大A大A 有四分二分之一的基率大A小A 有四分之一的基率小A小A 不是 有四分之三的基率大A小A 有四分之一的基率大A大A 所以牠其實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基因 是純種品系 這隻狗 我跟你講 比牠爸媽還漂亮 因為雜交優勢 你買的就是這種狗 因為牠是雜交 所以體質強健 不容易死 那一般凡日常 牠為了讓小狗不要在手上流太久 牠會很快的斷奶 一般正常的小狗 牠在媽媽的照顧下 眼睛多久會開啊 耳朵多久會開啊 牙齒多久會長啊 你們有去看過嗎 正常來講 假如媽媽正常的照顧下 差不多要一個月左右到兩個月左右 牙齒慢慢才會長出來 耳朵慢慢開 眼睛慢慢開 有時候牠們眼睛開了還看不到 因為 你發現牠的瞳孔絲網膜顏色不對 那是眼睛雖然開 但牠看不到 對啊 但你一旦吃了母乳兩三天 立刻接手患人工餵養 牠不用兩個禮拜牙齒就長了 牠一個月的狗就跟你講牠兩三個月大 甚至更小就跟你講牠一兩個月大 所以你買回來的狗都好小喔 真的很難顧 對啊 真的很難顧 就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所以我們有時候要跟民眾講 我們反對繁殖長是反對這些不肖的繁殖業者 我對於合法合理正確給我們純種狗品系的張家 我們還是支持啊 所以不是說因為你買狗我就討厭你 難道領狗就比較高尚嗎 我們遇過太多不高尚的 可能你們遇到太少了 對啊 所以重點不在於說養不養狗 那這些狗其實對 我們以前早期遇到就是這樣 因為以前早期來講狗真的很好賣 因為大家那時候可能有點錢 就是覺得說養個狗很快樂 對啊 所以造成很多不當的處理對待 對啊 所以我們後來為什麼要推廣這個 以領養單一購買就在說 因為太多的養養動物需要被 被大家支持跟領養 那但是問題就是 我們台灣對於動物訓練這一塊 其實還需要很大的琢磨 讓這些動物可以更融入我們人類的社會 才是最好的方法 對啊 那再來就是該不該解紮啊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在彩虹線 對啊 我覺得該不該解育 我覺得這是大家可以思考的問題 該不該解育 我們這樣動物訓練要求一定要解育欸 你不解育要寫書 要寫說明 不然的話要罰五萬到二十五萬 五萬到二十五萬 怎麼罰都好重喔 對啊 我們這樣動物訓練這麼重 你沒有你大家狗不解雜被舉報了 你又沒有辦法提出說明的話 要罰五萬到二十五萬喔 就是這邊剛好可以做一下正經宣導 對啊 那該不該解育 我一般最喜歡講的就是 解雜有人預防很多的疾病 例如母狗來講 它可以預防那麼多的疾病 公狗來講可以預防那麼多的疾病 但問題就出現了 你解雜的意義在哪裡 我希望大家好好思考一下 假設我覺得我解雜是為了愛他 我愛你 所以幫你淹了 什麼講的講不過去啊 不是嗎 我愛你 所以幫你解雜了 我愛你 所以幫你淹了 是對嗎 那我一般來講我們不喜歡講解雜 我們喜歡講絕育 因為一般來講我們是把公狗的狗丸 母狗的卵巢跟子宮全部拿掉 斷絕牠生育的能力 所以一般我們比較喜歡用絕育來做形容 對啊 的確 我們絕育之後其實原上 會讓動物減少那麼多的疾病 但我們絕育我還是會講 我們最主要的原因 還是要減少流氓動物的數量 我覺得要把實話講出來 對吧 美國他們有百分之幾乎百分之八成以上的狗 我都絕育了 那至少還有百分之二十啊 你說哇天啊百分之二十啊很少啊 美國多少人你知道嗎 美國有多少養狗的人你知道嗎 那百分之二十可能比台灣養狗的人還多 問題就這個 所以其實在絕育我們是覺得說 我需要讓大家瞭解 對 我就是讓牠不要生 我就要減少流氓動物的數量 對吧 但是絕育的好處在來說 因為現在醫療行為的發達 會讓動物它的平均壽命的延長 然後讓狗面臨太過於老化的現象 那你老化的時候 這些荷蒙所影響的這些疾病就會發生 那你老狗要麻醉要結紮 要處理這些疾病 風險就很高 所以假如你的狗 你沒有要讓牠生 你沒有讓牠做任何事情的話 我們就會建議牠絕育 我覺得這應該要讓大家了解實話 我不是說絕育對動物是好的 沒有 絕育真的對動物好嗎 那這是什麼發生的 我的天啊 絕育牠其願就會造成動物肥胖 那我很會造成動物肥胖 十隻母狗結紮八成會變胖 那十隻公狗咧 不會喔 比較少 為什麼 那其願講動物生理太複雜 我們講人就好了 其實女生更年期的問題 問題比較多 男生比較少 對不對 那女生更年期問題就在來說 因為你染條退化了 以後我們蜂蜜蜜再也不足了 你今天結紮牠 就其實一樣就是讓牠進入更年期 所以其實人類會有更年期的症狀 母狗也會有 我的博士班論文的最後一篇就是講 絕育母犬對於肝炎症發生的機率有沒有提升 有啊 很明顯的提高了 因為我們人 肝 停經之後很容易造成肝炎症 我們的類型會退化 狗也會啊 所以你說絕育都對狗一定是好的嗎 不一定啊 對啊 那公的咧 公的為什麼比較不會有刺 因為我們人的腎上腺有個類性腺素 類性腺素 牠比較偏雄性素 所以男生其實就比較不會有更年期的問題 也不是要表達牠不會有 比較不會有 對啊 所以女生比較嚴重 男生比較輕微 原因就是這樣 所以狗也是一樣 所以狗即便被絕育之後 牠搞完被取掉了 牠其實身體還是 某種程度有點代償 所以讓公的 那我們 脂肪的 脂肪的利用跟荷爾蒙有大關係 當你變成脂肪堆積之後 它其實有一部分真的是需要荷爾蒙來讓它轉化 所以當你荷爾蒙被剝果之後 一旦你變成脂肪堆積 這些脂肪就很難被消化跟利用 所以我們母狗結他之後 一般都會變成活動茶雞 就可移動式活動茶雞 假如牠其實被購品的話 放兩個茶杯都不會倒 就是這樣 假如牠不要躺下來 所以絕育不是代表牠都不會有壞處 牠有 所以我們協會 我們協會都推公母絕育 很多協會推母骨絕育 我沒意見 他們當然理由就是在說 在有些人資源 有些人環境 有些什麼拉不拉扎的情況下 牠們只做母狗母貓 我沒意見 因為貓很難分別 所以抓到了 難得抓到了 公母都做 那對我來講 公母都得做 尤其你問我誰更該做 我覺得公的更該做 這是我的理論 這是我的理論 為什麼 那為什麼很多協會不做公的 其實公的不好做 你說公的怎麼不好做 不是那兩個字在外面 把它拿掉就好嗎 你拿拿看 這樣我可以請一個志願者 我談一下就好 你不痛隨便你 對不對 對啊 其實因為我們母狗開肚子 對你們來講 開肚子很恐怖 開腸破肚 把子宮拿出來 可是問題再來說 只要我確實開在腹中線上 其他所造成的疼痛反應很少 很少 你會發現有些狗結紮完起來 就跟沒事一樣 可是你看看公狗結紮 你看牠陰囊上動刀 牠不痛我隨便你 牠一定會去舔 而且牠去舔 你沒有縫好 牠一定會發炎 因為口水的淨潤 那發炎之後呢 原本可能像核桃一樣大的東西 舔完之後像壘球一樣 難道不會感染嗎 會 會痛嗎 會 會不舒服嗎 會 你看起來會高興嗎 不會 那你就會罵獸醫了 第二個 我們現在政府補助的策略上 有很大的問題 我們公的補助 差不多在台東來講 公的補助800塊 我們的補助1500 講錢傷感情 對 可是問題在於說 錢不是萬人 但沒有錢萬萬不能啊 公的一般來講 體型都被母的大吧 對不對 人就這樣啊 人就是啊 我們男生一般都比女生大隻吧 對不對 所以我其實所有的手術來講 我耗費的耗材是什麼 麻醉 第一個有嘛 第二個是什麼 縫線 第三個什麼 氣線 但後面的藥品就不用講了 器械都可以重複使用 滅菌就好 縫線還好 最貴在麻醉 對啊 所以公的我要耗費更多的麻醉藥 結果我的補助是比較少的 那誰做 那為什麼我要推管公的結紮 就剛剛講的 公的其實照著他生理的負擔反而比較小 但壞處是什麼 你公狗不好做 他去舔就會爛 他去舔就會發炎 但是問題是 公狗結紮之後 難怪他就變母的嗎 不會啊 他一樣還是有他的地盤跟領域性啊 所以我今天公狗結紮了 我這一區 假如我們今天這個環境裡面 我所有公狗都結紮了 第一個 我不僅我不會讓別的公狗再進來 我這邊的母狗也不會懷孕啊 即便你們母狗都不結紮 但問題在說 我今天公狗都不結紮 你母狗紮得完嗎 你只要肉高掉一隻到兩隻母狗 這兩隻母狗百分之兩萬懷孕 因為所有公狗都會上他 不是就這樣嗎 就會交配就會齊襯 然後那隻母狗絕對會懷孕 我們曾經去看到 尤其現在我們之前發行季節 我們台東寒暑假就是發行季節 我經過台東火車站 一隻母狗孤苦無一的站在路中間 一群公狗差不多不誇張 七到八隻圍著牠 每隻蛋蛋都那麼大 像我這種經驗老到的 都不知道要不要去救那個人 因為我很怕被公狗咬啊 對不對 對啊 所以我趕下去啊 就趕啊 趕了又怎樣 我走了還不是繼續 然後把母狗帶走嗎 我沒這個能力啊 所以其樣就需要讓大家了解說 絕育這件事情不分公母啦 對我們協會來講 你抓來就扎 不管你抓 懷孕我也扎 不懷孕我也扎 發情我也扎 反正就是練技術 我技術很好 不用擔心 那問我懷孕跟發情不要扎 因為懷孕跟發情的時候 因為荷脈問題 靈血功能會很不好 你一個不小心 它只要血管去傷到 那個血不會止 很難止 就很容易造成生命的問題 所以問我很多狗發情 或貓咪發情的時候 醫生不做 所以發情的時候真的不好做 那是我們在做動保不得不做 那懷孕也是一樣 我們跟世祖講 這叫絕育手術 我就是斷絕它生育的能力 它不是淫產 不是流產 不是小產 不要再給我怎麼慘了 我就是絕育 就是這樣子 因為不想有太多人為的觀念 那個醫院會做墮胎手術 我聽到那時候就 很想翻桌你知道嗎 就是絕育手術 因為我們只在看太多小狗小毛 在這個世上很可憐 孤苦無依很可憐 這是我們的協會理想 理念 最後一個 應該不是最後的 倒數第二個 安樂死 我最喜歡講安樂死 大家對安樂死有沒有想法 該不該 問題就出現了 好 我們今天不講別的 我們今天講這個吧 在美國來講 它安樂死有很多方式 它可以用吸塑性的麻醉藥 它可以用CO 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它可以像我們台灣用巴比頭眼淚 那有些可以接受的方式 可以用N2 可以用雅氣 那可以用一些穿刺 或是電解的方式做處理 那在歐洲來講歐洲就 玩意就多了 它可以用槍 它可以用很多很多很多的方式 例如說斬首 我最喜歡斬首這件事 然後甚至說其他的方法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 我國外有那麼多的方法 因為國外他們對安樂死的定義 其實很簡單 就是unconscious 無意識 其實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 我今天要安樂死它 就讓它毫無意識之下 死亡才對 結果我不知道我要死 就走了 這最好 那現在叫安樂吧 對啊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棒 它就是用槍 我走過去給你一槍 你就走了 對不對 我覺得重點就是 讓你在毫無意識的情況下死亡 但台灣不是耶 台灣要求是用這種方式 我今天看農務會寫一個報告 它其實就是什麼 最短時間最少緊迫 我覺得這句話好矛盾喔 我覺得不管多短 我覺得我都要死了 我都知道你今天來 就要讓我死 我覺得我都好大的緊迫 對啊 然後在狗貓來講 我不講其他動物 狗貓來講 它只有兩種 我記得只有兩種 還三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 巴比陀眼淚 靜脈注射 在貓咪來講 可以負腔注射 因為貓咪的血管不好找 那巴比陀眼淚只能打IV 就是靜脈 它不能打肌肉 第二個 台灣規定的狗貓可以安樂死的方式 就是麻醉之後放血自死 就那天讓你麻倒 然後放血讓你死 假如我有講錯 你們可以再翻資料看看 因為我之前看的資料 我覺得這好不安樂喔 你今天說難聽一點 我要安樂死 然後呢 我希望你把手伸出來 我要找你的血管 光這件事情狗就飆了吧 你帶你家的狗去看醫生 醫生要抽血 要不翻臉拿槍 對不對 很難吧 對不對 光抓那個狗就 想咬你了 你覺得那叫最短時間 最吵緊迫嗎 那你今天要用這些巴比陀眼淚 去做注射 你要到 真的大部分 你要讓它很快速的 立刻在10秒之內死亡 一定要靜脈注射 你互相注射 你知道它會多痛苦的死嗎 你們沒有做過 你們只覺得 這是很殘忍的事情 但我不好意思 我做過 沒辦法 我們當委醫生 我們有些動物 我覺得它該走 我不會給客氣 就像被車撞 我們台東沒什麼病 就是被車撞 捕獸甲中毒 三大病 因為流氧動物 我說流氧動物 車禍捕獸甲中毒 被車撞到 脊椎都斷了 你要救它 我一般看 就脊椎都錯位 不肯回復 你救它幹嘛 那我就直接讓它走 那 靜脈注射 那我覺得我會認同 政府另外做法 就是我會先讓它麻醉 有些狗真的太兇了 因為它肌腿斷 只是下半身不能走 前面還是好好的 來 就從它沒有感覺的腳 打一針麻醉 它還是血液有循環 對啊 所以它會昏倒 昏倒之後再從靜脈補 巴比陀岩來 我覺得安樂的部分在於說 我不知道見仁見智 對我來講 尊重專業就好 假如醫生或專業人士 那當然這由政府去訂定 我不要說什麼事情都歸在獸醫身上 我們獸醫沒有那麼厲害 沒有那麼強 那只是我覺得說 在我們專業判斷下 它其實沒有什麼治療的意義在的時候 我覺得就應該讓它離開 就跟剛剛講的 你今天畫一隻狗治療了十幾萬 好 它真的給你治好了 之後呢 我只問之後呢 錢不是問題啊 當然不是問題啊 你有錢 你要做什麼治療都可以啊 就跟林志穎那時候去大陸拍戲 被馬踢下 就帶下馬 被馬踩了一腳 回到台灣 直接進台大的高級病房去住 你有辦法 我覺得那都是你的辦法 我沒辦法 所以我就可能只能帶我爸媽去排門診 然後等了兩三個小時 好像會看到醫生 看到五分鐘之後 醫生就說沒問題 下次再來 這是我們一般人 抱歉 所以一般流浪動物 你要這樣做處理的話 我不是說流浪動物命不值錢 我覺得在我的手上 我的經驗裡面 流浪動物就是經濟 對 我用最少的經費 去處理這隻動物 才可以造福更多的流浪動物的時候 我覺得我寧可選擇這個方向 所以這是安樂死的部分 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因為現在台灣各大的收容所 都是滿的 然後很多人更無良的四組 牠只要狗覺得有病 牠就丟去收容所耶 你知道這件事嗎 或者狗去治療要花個幾十萬 我不養了 我以前還沒地方丟 現在很棒 送收容所 你可以要求牠不能再養動物嗎 不行耶 好怪 之前柯文哲有要求 這些人 你要列車不能再飼養動物 好像就被人家罵 我們前生協會這樣啊 有人因為牠家懷孕 所以貓咪要送來我們協會 希望我們協會安置跟收容 那我只跟牠講 那你以後可以不要養嗎 因為你有可能在懷孕 那你今天又養了一隻貓 因為小孩長大養 因為不小心懷孕 這隻貓又要再請我們協會收容 後來是我做不到 那牠先生很生氣的罵了我一頓 我就只能跟牠說謝謝再指調 那我同事一樣 就開始跟一般的民眾講 老闆你不收 那隻貓怎樣會這樣很可憐 我說那是牠自己的選擇 我一直覺得說我在做動保 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縣市報的問題 不不不講縣市報太over了 就是人在做天在看 沒辦法很多事情只能交由老天處理 我們的能力只能處理 願意配合跟願意相信我們的人 不然真的我們處理不完 所以安樂死也希望大家未來可以思考一下 不要聽到安樂死就反對 因為台灣安樂死的方式 其實根本就不安樂 那我們希望讓政府可以了解 我們有更多的方式可以做執行安樂死 讓動物真的是在毫無任何緊迫 如果在毫無意識的情況下可以真的達到安樂的效果 再來就是動物到底有沒有情感啊 這是我們最後一個主題 因為還要留Q很快的時間 可能是這樣吧 這是亞里斯多德 他是亞里斯多德老師 其實在早期的哲學 我們講快一點吧 想問問題的 早期的哲學家祺 原來都是以觀察為主 觀察為主的情況下 其實原來他其實對動物並不是很友善 比如像剛剛我們講的 李奧納多 那個達文熙 他其實對動物沒有很友善 他覺得動物都是笨蛋 跟我差不多 就是狗是人類最好的朋友 就覺得他夠笨 就因為他都是以觀察為主 那他之前他有些理論 就是觀察到 就是雄性動物的牙齒比實性多 或是很多很多很莫名其妙的理論 因為以前早期的科學 都是以觀察為主 所以他們在觀察動物的行為的時候 發現動物都是很 單一 無頭緒 沒有邏輯 在做一些事情 其實是嗎 其實不一定是 因為他們可能他們觀察的動物 是因為被長期關起來 已經有刻板印象或行為模式偏差造成 這是我們的推論 那這傢伙應該大家更認識吧 迪卡爾 迪卡爾 迪卡爾講了一個很有名的話 叫我思故我在 對不對 可是他是這對人喔 他對動物來講 他的筆記吧 我記得 他筆記覺得 動物就是一堆 上了發橋的玩具而已 就你有轉他才會動 那種東西 所以他們其實 早前有很多哲學家 對動物並不是很友善 他們並不覺得動物像人一樣 是有感情的 有思考的 有情感的 但我們現在人很容易賦予 動物有太多擬人化的行為 但對不對 我不知道 大家思考 但我只講一句 我還是一句話 我的動物理論就希望讓大家了解 狗是狗 貓是包 人是人 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們看太多很可怕的東西 對 要下課了 剩兩分鐘 就是我們去救援的狀況 就是 其實我們其實早期來講 我們去過很多很可怕的地方 對啊 就像這個 我們去一個被通報很惡臭的繁殖場 然後那個繁殖場 其實早就人去樓空 結果我們到後面去的時候 他前面已經死一片了 不敢拍了 就是沒有 後面就是一個很多籠子 我們去的時候還有一隻狗 看到我們超高興的咬著尾巴來 然後呢 有些狗已經病奄奄了 甚至有些狗就已經被他同伴吃到 只剩骨頭了 你看到這樣你還覺得狗有情感嗎 假如說今天是你 你的同伴死在旁邊 然後呢一群人 你看到還有傷害你的人會進來 你還會這樣熱情的迎接他嗎 我不知道 我不會 就狗會 那這種情感的關係 是要把它進去像人一樣 還是動物的部分 所以才會像我們剛剛最前面講的 我們在動保的推廣上 其實有一部分一定我們還沒有很明確 去把它抽離開來 就像我們做社工一樣 對啊 我們社工的部分 其實原來上就是我們原本就是 針對問題在做處理 但是慢慢發現 你在處理這些問題 跟發掘這些問題的時候 它的複雜度越來越高了 高到後來才發現說 我們透過心理層面 去了解人的真實生理 心理需要是什麼 慢慢把心理跟社工再抽離開來 讓社會工作的發展 跟心理醫療心理治療的發展 分離開來的時候 其實對整個這些 我們在後續照顧上 才有更好的方法 那動保現在也是一樣 我覺得我們一定有很多東西 是需要被抽離開來的 讓動物保護才可以達到 或動物福利福祉 才可以達到更好的境界 那我們今天演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